哈喽,我是蛋糕师小贤贤 顾客给送来了一个正版的草莓熊 这手感,这质感 在这之前我一直用的都是烘焙小玩偶几块钱一个的 第一次见着正版的草莓熊 手感就是不一样 它有一点点沉 然后要做的这个蛋糕还有一点小 所以就要打个妆 我猜它应该是要送人 所以我这个妆就打得比较结实一些 上下都固定好 这样才能保证送到手里面是完好无损的 这个顾客是个老顾客 他再次来订蛋糕还有一点点意外 还记得年前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蛋糕吗 这个B班就上到这了 这个蛋糕就是他订的 当时他是让把这个蛋糕送到他车里 他说他的车门没有锁 但是等我们送到的时候 发现这个车门锁了 然后给他电话打也打不通 猜他应该是在开会 但是我们手里还有其他蛋糕要送 而且天气也是零下20多度 太冷了 没办法就把这个蛋糕放到了门卫的地方 而他工作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国企 我们当时就在猜想 这个蛋糕会不会被其他人拍到 然后发到工作群里 然后又被他领导看到 最后导致他一怒之下 再来找我们算账 这样看来 那一次还应该算是风平浪静吧 挤的这个灵面就是白色拉线稿 凝固后不会运演 效果堪比只是灵面 两只手腕就可以侧面写字了 再来做一个两周年纪念日的蛋糕 上面有两个奶油霜小动物 一个小狗和一个小猪只有头的奶油霜做起来还是比较快手的 我唱了一场醉 我唱了一场醉 我对你说你不化妆比化妆更美 你微笑的依偎 我想我都一回 我想我可能会面目全非 我有一点后悔 我有一点后悔 我唱了一场醉 你说难受我脱口而出多喝了水 你微笑的依偎 我想我都一回 我真的后悔 唱了一场醉 你跳了两只口红问我的感觉 我说我真的感觉没什么差别 我们目光教会 我明白 你应该是想让我立刻闭嘴 我有一点后悔 我唱了一场醉 我对你说你不化妆比化妆更美 你微笑的依偎 我想我都一回 第三个蛋糕是旺仔 终于轮到我做旺仔小蛋糕了 这是第一次做 用的也是拉线糕 这种带颜色的拉线糕 真的是太方便了 稀一点就能画画流平 稍微丑一点就可以写字 主要是不会孕染 因为它一孕冷的就凝固了 你微笑的依偎 我想我都一回 我真的后悔 长了一场醉 我有一点后悔 我长了一场醉 你说你累了 我却让你早点去睡 上个视频不是说我们这儿化学吗 每个车都是当到离谱 这两天在路上就随机拍了几辆 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算拍的车牌号都拍不到 白白了 我已经到家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